大家好,这里是花儿厨房 猪肉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最多的肉 不仅非常好吃,还能补充大量的营养物质 而且猪肉比起羊肉,牛肉都要便宜一些 所以日常生活中,猪肉是我们的首选肉 猪肉里面富含大量的脂肪蛋白质,含有碳水化合物 还有很多其他的营养物质,常吃猪肉对身体非常好 而且猪肉好吃又营养,还能补充大量的能量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每次去菜市场或者超市里面买肉的时候 肉贩子就会拿着一块抹布,不停地在猪肉上面擦呀擦 在猪肉上面拿着一块抹布不停地擦,到底是为什么呢? 是猪肉坏了,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很多朋友都不太清楚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看完哦 猪肉贩子拿着一块抹布,在猪肉表面不停地擦 第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猪肉的表面又很不错血迹 如果猪肉特别的新鲜,是那种刚仔的肉 那种肉,表面就会渗出一些血水 因为猪刚死不久,它里面的血水就会渗出来 所以让肉看起来比较美观 不影响到顾客购买 猪肉贩子就会拿着抹布在表面,把血水给它擦掉 第二个原因,那块抹布就是用来擦手的 像有时候商家需要给客人找零钱,或者滴袋子的时候 自己的手因为一直在摆弄猪肉,所以手会油油的 为了不影响顾客,所以他会用抹布把自己的手擦一擦 把手擦干净了以后,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这也是一种可能 第三种可能,就是这块肉,放的时间比较久了 它的肉质表面已经分干了 肉质变得干干的,看起来就不太新鲜 所以商家会用一块打湿的抹布在猪肉的表面稍微擦一擦 让猪肉吸收抹布里面的水分 这样猪肉看起来就会比较新鲜,看起来比较鲜嫩 而且看起来,好像放的时间没有那么久 相信大家都不会购买表面看起来干干的,不太新鲜的猪肉 所以商家就会这么做 接下来分享第四个原因 就是这块猪肉是注水的猪肉 像一般注水的猪肉在放的时间稍微久一点以后 它的表面就会渗出来一些水 而这些水呢,不但在猪肉的表面 也会顺着猪肉直接流到案板上 如果一块猪肉放的时间稍微久一点 它的猪肉底下就会有一滩水 如果有一滩水存在的话 很多顾客就会看出来这是一块猪肉就不会进行购买 所以商家为了让肉可以卖出去 就会用抹布把表面的水给它吸掉 这样很多顾客在买的时候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 以上四种就是商家拿着抹布在表面擦的原因 如果你知道更多的原因,欢迎留言评论哦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分辨猪水肉的小技巧 第一个就是看它的颜色 挑选颜色比较新鲜的 红色比较深的肉 第二个就是可以用手稍微捏一捏 猪水肉的弹性非常差 如果弹性非常差的话 而且一捏出水,那种猪肉就是猪水肉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转发收藏哦 这里是花儿厨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